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在纠结到底是选择B型或者是选择C型房车呢 今天就给大家聊一下我为什么买了C型房车而不买B型房车 以下观点啊纯属个人观点 如果大家有想法了呢可以在评论区讨论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B型和C型车的区别 第一 在外观方面啊 B型车整体的体积呢要比C型车小 因为B型车大多数都是从轻客或者是商务车改装而来的 只是在车厢内部进行改造 对于外观呢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而C型车呢大多数是借用了一个底盘而已 然后在底盘之上呢再加装一个箱体 这个箱体是独立的 那么C型车最显著的特征呢就是有一个大大的额头 所以一般C型房车要比B型房车高调很多啊 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而B型房车呢它的外观更像是一个大个的面包车 第二呢就是舒适度 B型房车原本它的体积就很小 所以内部改装的空间不大 特别是热天的时候啊 小的空间呢隔热性能就比较差 而C型车因为有一个独立的箱体 可以有更加开放的设计余地 所以舒适度呢要有与B型车 第三驾驶方面啊 因为B型房车体积更小 所以它的灵活性就更大 基本上小型的家用车能去的地方它都能去 甚至有一些啊停车还可以下地库 但是C型车呢体积比较大 往往是受限于一些限高呀限宽 并且车身很重 驾驶起来呢就没有B型车那么灵活自如 当然也更考验驾驶技术 而且大多数的C型车都下不了地库 我这个车呢是2017年的车啊 买车四年一直都是在露天的停车场 基本上就没下过地库 所以总结起来就一句话 要想走的灵活就选B型房车 但是要想住的舒服呢就选C型房车 那么我为什么选了C型房车呢 其实在买车之前啊 我也考虑过很多这些个因素 也对比过很多款B型和C型的房车车型 后来买了这辆车呢 归根结底 还是我上上期视频的那个观点 房车它适合的是长期旅居 而不适合短期旅行 旅居和旅行是两个概念啊 旅居呢是要长期的在外面去居住的 而旅行只是短期的出去玩一趟 就是基于这个观点呢 我选择了现在的这辆C型房车 第一个原因 我需要一个更大的空间 来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啊 有一个容身之所 老粉丝应该都知道啊 我之前开的是一辆小型的SUV 环游中国 我开着那辆车呢 去了两次西藏 去了新疆 然后川西三州逛完了 河南呢逛了一大半 海南岛浪了一圈 总耗时正好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啊 长期的在一个小而密闭的空间里生活 到最后心里其实都产生了一种抗拒 而且身体在那个车厢里 基本上是容纳不开的 活动不开的 也慢慢的呢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换房车的主要原因 所以当我买房车的时候 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空间一定要大 这样的好处啊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的工作呢 现在主要就是做视频 每天拍摄完之后啊 每天坐在电脑旁一坐 就是几个小时 如果累了呢 我还可以在车里面简单的活动一下 因为我这个车高度是超过三米的 我本人呢身高于七五 站在车里面还有一圈的距离 起码不用弯着腰低着头 这个感觉是B型房车给不了的 第二 C型房车更能满足我的生活需求 也就是说 它的功能性要比B型车更丰富 其实在我的认知里面啊 房车房车 首先它得是房 其次才是车 它一定得要满足居住的需求啊 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还是遇到这样的连续的降雨天气 我可以不出房门 就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解决吃喝拉撒 肚子饿了 油烟机一开 灶火一打 不说做什么大餐吧 简简单单的饭菜是能够解决的 累了 我可以往床上一躺 直接睡觉 如果上面的额头床睡腻了 我把卡座放下来 换到下面一躺 或者是我想上厕所了 那外面呢又下着雨 我不想淋雨 咱车里有卫生间 推拉门一开 洗澡都没问题 而这些便利呢 很多的B型房车是不能够同时满足的 大多数的B型房车 它可能拥有其中的一个功能 但是不能够同时兼备 因为毕竟呢 B型房车的空间是比较小的 有厕所的呢 没厨房 有厨房的呢 没有厕所 我见过最多的设计呢 就是搞一个那种伸缩式的卫生间啊 或者呢 就是在过道里面 用推拉的卷帘门 围起来一个 使用的时候呢 直接就把过道给包进去了 这样呢 其实一个人玩也还可以 但是啊 有几个比较大的弊端 第一呢 就是这样的卫生间 空间肯定是非常有限的 像我这样的大山板肯定是受不了 还有就是这种车也只适合一个人玩 万一哪天家人或者朋友 要跟你一块玩两天啊 你用卫生间的时候把过道一站 哪怕是两个人都会觉得很拥挤的 所以这些就是当时我考虑最多的顾虑 还有第三点原因啊 就是价格 人人都知道呢 房车掉价是掉的很快 基本上开个两三年啊 价格都要舍一半 但是在房车的二手市场里面呢 B型车和C型车的差别并不是很大 我之前对比了很多的二手车型啊 发现同样的功能 B型车跟C型车价格是基本可以花等号的 所以同样的价格 为什么我不选择一个让自己更舒服一点的呢 可能有朋友看到这儿会说了啊 我B型车去到一些地方 你C型车就不能去 是 这一点呢你说的对 我承认啊 但是啊 既然选择了房车 那就是选择了舒适 谁还整天往那些鸡脚嘎拉里钻呢 换一个角度啊 咱们现在国家的基建实力已经是很强大了啊 各种的道路建设很发达 哪怕是我去到新疆的大哥壁滩 或者是去到西藏的阿里无人区啊 基本上都是又宽又直的路 除非呢 你是去一些具有挑战性的路段 但是那些路段呢 也是越野车玩的 而不是房车玩的 所以呢 说到最后啊 我做一个总结 我个人选择C型车呢 是为了更舒适 但是如果说为了车子能够行驶的更灵活 我宁愿去选择床车 也不会选择B型房车 因为床车要比B型房车的价格更便宜 而且B型房车有的功能 基本上床车也都能实现 好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交流啊 最后再说一句 有兴趣的朋友啊 对房车有兴趣的朋友 不要再给我私信说 我要买房车了 怎么样怎么样 我不是卖车的啊 你让我给你找渠道 我上人要给你找呢 自己多去咸鱼上面找一下 我自己也是在咸鱼上面联系的啊 但是最好还是找熟人 因为房车这个市场呢 坑是比较多的 好了 我是冬瓜 正和小伙伴一起自驾广西 点赞评论加关注 远方的风景就是我此生的信仰